歡迎大家收看鐵線紅拳健身房的紅拳介紹節目 有人說死物是不會橫手的 不如連沙包也不要打 慕人莊是中國傳統武術常見的練習器械 當一個單身的武夫練習對象時 慕人莊就是最佳伴侶 讓我們示範一下紅拳的慕人莊是怎樣打的 讓我們示範一下 開動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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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入快玉米 武人莊打完了,究竟我剛才練習了什麼呢? 紅拳武人莊主要練習拳頭、橋手和腳徑的硬度 還有身體移動狗位 當我們打完武人莊之後,拳頭、橋手和腳徑都會有不少的瘀傷 這個時候,要用鐵打走 在我們受傷的部位上搓一搓 撒上魚,讓牠快點痊癒 新陳代謝之後,生出新的皮膚組織 這樣就會越打越硬了